胡志偉議員 多謝主席 這幾個星期處理東北的問題就反映了 主席你欲出不達 政府亦都是欲出不達 其實這個議案是講一個三億的前期撥款 但是更大的漲在將來才會發生 但是村民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希望政府考慮 希望陳茂波局長去跟他見面 但是我們經過差不多幾個星期的討論 終於都要靠主席你安排之下才能夠踏出一步 因此今天在這個討論裡面第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 一定要停一停讓主席和陳茂波局長 和這個受影響的村民真的可以直接對話 嘗試解決問題 下個星期以後再處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 東北規劃裡面 除了很多村民的直接撤身的感受之外 有兩條很大的原罪也是要正視的 但是政府一直都不肯 第一條就是牽涉到 林鄭月娥司長 在他未做司長之前 總結的東北規劃 就是要用新市鎮模式 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全面收地政府規劃 這是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要避免規劃被指控成為這個官商勾結 但是陳茂波局長自己上了台 被指出找到他有利益關係的時候 他改變了一個方法 就叫做加強版的新市鎮模式 但是從報導也好 從我們的觀察也好 你都會見到 這個所謂新市鎮的模式 事實上是為了地產商量身訂造 大家怎麼會服氣呢 第三個原罪 就是牽涉到香港社會已經經常強調的 我們的農業政策的問題 而在東北規劃裡面 恰恰有六十公頃的農耕地 是運用當中的 六十公頃的農耕地 而政府只是叫他們去鼓動藍 和地主再商量一下 看看可不可以搬過去 看看他們會不會招呼你 這就叫做處理問題嗎 我們民主黨提出 政府是不是很認真 應該連鼓動藍都全部收光 然後全面建立一個農耕的基地 使得真是想過農業生活的朋友 是可以在那個地方 全面以農業政策支持之下 去進行他的工作 但是你又不聽 結果 你在這幾條原罪之下 就令到東北規劃 就算讓你今天過到這一關 接著還有無憂無止的其他撥款申請